我在时光的流年里,静待春暖花开。 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要给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故事。 老公喝了婆婆为我特制的芒果汁,口吐白沫,全身抽搐中毒死亡,只因我结婚三年还未怀孕,他想逼我腾胃,却害死了自己的儿子,婆婆疯了,而我继承上亿资产,独自美丽。 我跟我婆婆之间有一道过不去的坎儿,那就是我和老公成婚三年,一直没有孩子。 婆婆觉得我是不下蛋的母鸡,越发看我不顺眼,滴滴这时前面响起一阵似乎不耐烦的喇叭声。 这按喇叭的节奏,不用抬头看我也知道,是我老公陈修来接我下班了。 你老公对你真好,天天来接你下班。 王玉声音里都是羡慕,我实在不知道接什么话,冲他笑笑道,我先走了,明天见。 上车之后果不其然,看到陈修黑着一张脸,我把安全带记好,走吧。 陈修一言不发地开车,我也不想没话找话,便看着窗外。 我知道陈修来接我,其实是我婆婆叫来的,而她让陈修来接我的目的,为的是让我准时回家,亲眼看着我喝下,她不知道去哪里找来的中药方子。 我跟陈修结婚三年,一直没有孩子。 最开始结婚第一年,我们想先过二人世界,便没打算要孩子,平日里都有在做措施。 结果第二年陈修的妈妈,也就是我婆婆,就直接住进了我们家里,亲自监督我们要孩子。 不仅婆婆催我,我妈也开始劝我要孩子。 架不住老人一直催,我跟陈修便商量着,就顺了老人的心愿,要个孩子。 可是被孕一年下来,我的肚子依旧没有动静。 陈修妈妈看我越发不顺眼,经常明里暗里地数落我,是个不会下蛋的母鸡。 还开始到处去找生子药方,每天看着我喝下去。 喝了两个月,仍旧没有用,我现在闻到中药味都想吐。 有时候实在不想喝,我便借口公司聚餐或者加班晚回去。 回到家,再把婆婆放桌子上的药倒到马桶里。 我把药倒掉这时,两个月前的一天晚上,被婆婆发现了。 从那天开始,婆婆便要求陈修每天来接我下班。 为的是能亲眼看着我把药喝下去。 推开家门,迎面铺来的就是一股熟悉的中药味。 偶我条件反射的干偶,胃一抽一抽的疼。 这药喝了大半年,不仅一点起色没有,还把我的胃喝坏了。 莉莉,把药喝了。 婆婆的脸很黑地把药端到我面前。 我吞了口唾沫,看向陈修,希望她能帮我说点话,结果她直接往屋里走去并不理我。 无奈我把药喝了,又苦又腥的味道在口腔蔓延。 看到我把药喝完,婆婆脸色才有点缓和。 回到房间,看到老公摊坐在沙发上玩手机,我心里有点气。 这药,我是真的不想再喝了。 陈修,我们一起去医院检查下吧。 如果有什么问题,医院也可以早点治疗。 这中药,我是真的不想再喝了。 莉莉,你,李莉,你胡说什么? 你自己怀不上孩子,让陈修去做什么检查? 老公还没说完话,就被婆婆喊住了。 我无语地叹了口气,都没去检查过,怎么知道是我怀不上孩子。 虽然心里气得要死,但她毕竟是我婆婆,我平复下心情,走上前挤出笑脸,跟她说好话。 妈,妈,这怀孕是两个人的事,我是觉得我跟陈修两个人都要,啪。 我话还没说完,一记耳光猝不及防地打过来,我有点愣住了,耳朵嗡嗡作响,我的脸火辣辣地疼。 婆婆双眼通红,怒气冲冲地瞪着我,手还扬在半空,而陈修此刻正抓着她的手腕。 如若不然,她肯定不会只打这一下。 妈,你别跟莉莉一般见识,别气坏身体。 陈修说着把婆婆的手轻轻放下,并冲我使了个眼色。 这是婆婆第一次打我,我并不觉得自己哪句话说得过分,触到她的逆临。 我觉得又委屈又生气,眼泪一下就流了出来。 我心头闷着一口气,正想跟婆婆争执,便看到陈修在冲我摇头。 看在陈修的面子上,我没再说什么,便回了房间。 事后几天,我跟婆婆的关系都比较僵,家里的氛围也很压抑。 我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婆婆这么介意我们去医院检查? 现在很多人要孩子之前,夫妻都会去检查身体,明明只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婆婆却为这打了我一巴掌。 你不睡觉在干嘛呢? 这夜,我又想着这是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被吵醒的陈修闭着眼,不耐烦地嘟囔。 老公,你说我们怎么就要不上孩子呢? 明明被孕的事项能做的都做了,而且陈修也在我跟婆婆的监督下,把烟酒都戒了一段时间。 但我的肚子就是一点反应都没有。 看着身边的朋友一个个都有了孩子,我也很想能怀上自己的孩子。 作为一个传统女人,我很期待为人母的感觉。 要不,你跟妈讲讲,我俩还是去医院,你可别。 陈修一下打断了我的话,他睁开眼睛看着我说道,你是还想被妈打一次吗? 可是,哎呀,你别想这么多了,缘分到了自然会有。 赶紧睡觉吧,不早了。 陈修边说边握了握我放在他身侧的手,我转过头,还想再说什么,却看到他已经闭上眼睛,呼吸均匀地好似已经睡着了。 我摸了摸自己平坦的小腹,要孩子明明是两个人的事情,可偏偏好像就我一个人在承受这份压力。 因为那次争吵,我停了几天的药,而这几天陈修也没来接我。 这天下班后,我走出公司,看到陈修的车时,心里咯噔了一下,是妈让你来接我的。 果然如同我所想一般,回到家,一股浓重的中药味扑鼻而来。 这气味浓烈而陌生。 回来了,来,快吃饭。 婆婆一脸堆笑着迎出来,心情很好的样子。 她做了一大桌子的菜,丰盛地跟过节一样,一直不停地给我夹菜。 她热情的样子让我恍惚间有点回到,我第一次跟陈修回家见父母的时候。 饭后,婆婆果然端来了一碗黑乎乎的汤药汁,这浓烈的气味,让我忍不住皱眉。 莉莉,把这药喝了。 这可是我花大价钱,买回来的新药方。 听说喝过的人都成功怀上了。 我的胃又一抽一抽地疼起来。 妈,我喝了这么久的药都还没怀上,要不让陈修跟我一起喝吧。 我不喝。 陈修抗拒地立马大声说道, 让你喝你就喝,你自己不争气关陈修什么事。 婆婆的脸色马上变了下来,可这样孩子是两个人的事情。 我有点气不过,可话音刚落,只见婆婆怒气冲冲地,把整碗的药直接泼在我脸上。 苦涩的药汁在我脸上躺下,顺着嘴角在嘴里蔓延开来。 我的胃又开始一抽一抽地疼起来,疼得我浑身乏力冒冷汗。 我难受地蹲下来,用手紧紧按住胃。 不管是生理上还是心理上,我都受够了这些中药。 莉莉,你怎么了? 陈修说着,蹲下来扶着我,想要把我扶起来。 胃疼,陈修的问候让我心里的委屈一股脑涌上来,眼泪也啪哒啪哒地开始掉。 我挤出这两个字之后再也说不出话。 妈,你不要逼里里了。 陈修难得大声一点对婆婆讲话。 婆婆可能也没料想到陈修会吼她,愣了一下,随即突然挖的一声哭起来,边哭还边坐在地上喊着,我命怎么这么苦啊? 好心好意地给她包药,还变成逼她了。 我这么做为了谁? 还不是为了老陈家,她就这么坐在我身边哭天喊地的,像极了在网上看到的那些撒泼的老妇人。 我耳朵嗡嗡作响,头也开始剧烈地疼起来,好像要爆炸了一样。 相比较之下,味道不是很疼了。 妈,陈修站起来,看着婆婆手足无措地站在那低着头,像极了一个做错事的孩子。 我不是第一次见识过婆婆这种阵仗了,不想再听到她那故作大声的哭诉,也不想再闻到这令我作呕的中药味。 我抹了把脸,拿了手机和包包,就离开了。 站在小区楼下,秋天的夜里空气也是凉凉的,我贪婪地深呼吸了好几下,这没有中药味的空气。 现在正是晚饭后散步的时间,小区楼下好多夫妻牵着孩子出来玩,看着别人幸福的样子。 我心里也很不适滋味,我何尝不想要一个孩子。 陈修没有追出来,我一点也不奇怪,她从来都是以婆婆为先。 以前谈恋爱的时候,她就经常提起婆婆,那时只当她是孝顺,却不想竟是个妈宝男。 那天晚上,我没有回去,回娘家住了两天。 为了不让我爸妈担心,我骗他们说陈修出差了,我想他们了,便回来住几天。 过了两天,陈修才给我发信息道歉,给我说了很多好话,说她妈妈怎么怎么不容易。 让我不要再闹了,赶紧回家。 我实在不想再喝那个药,便没有回去。 看我还是不愿回去,陈修便直接来公司等我。 看着眼前这个我爱了六年的人,我的心里一阵犯酸。 我对陈修说,回去可以,但是他要跟我一起去做检查。 如果检查出来确实有问题,让我喝多少药做多少治疗,我都心甘情愿。 我也很想有一个属于我跟他的宝宝。 陈修犹豫了一下,答应我了。 我嘱咐陈修不要告诉婆婆,我可不希望有横生之节。 陈修当下就答应了,这让我很高兴,马上联系医院做检查的预约。 不知道如何面对婆婆,我便想着检查结果出来之前,还是继续住在娘家。 检查的前一天,我的心情有些紧张,给陈修发信息,嘱咐她下班之后不要去应酬,晚上早点休息。 李莉,你给我出来。 听到这熟悉的声音,我愣了一下,站起身发现婆婆居然出现在我们办公室门口。 妈,你怎么来了? 公司的人全都看向我这边,我赶紧迎上去,想把婆婆带走。 只见婆婆气势汹汹地朝我走过来,不由分说地给我一记重耳光,随即又猛推了我一把。 我一个没站稳,摔到了旁边的茶几上,头正好砸在桌子上。 伴随着尖叫声的,是婆婆大声地咒骂,我打死你这个坏女人,怀不上孩子,还怪我儿子。 一股热流从我额头上躺下,伴随一阵甜腥味,我的视线越发地模糊,耳朵也嗡嗡作响。 王玉此刻正把婆婆拉住,而婆婆呲牙咧嘴地不知道在说什么。 我的眼皮越来越重,最后眼前一片漆黑,当我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医院里。 莉莉,你醒了,我难受地动了一下无力的手,守在病床边上的妈妈发现我醒了,激动地站起来,一脸关切地看着我。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我摇摇头,挣扎着撑起身环顾了下病房,只看到我妈站在病床边上。 她脸色不太好,眼底的乌青应该是在医院照顾我熬出来的。 妈,我没事。 我心里很不适滋味,眼眶热热的,但是我忍住不让眼泪流出来。 我不能让爸妈再为我担心了。 婆婆把我打进医院这时,我爸妈都知道了,我爸气得打了陈修一耳光。 我妈说起这事还是很生气,她让我出院后住在娘家里,要求陈修让婆婆一定要给我道歉并且搬出去住。 妈妈的一番话让我心底的委屈一下绷不住了,眼泪控制不住地流下来,我赶紧拿袖子擦掉。 妈,陈修呢? 婆婆不在我可以理解,是她把我打进医院的,她肯定不会来照顾我。 可是陈修呢? 从我醒来到现在已经快半天的时间了,完全没看到他人。 她出差了? 说是今天会回来。 我妈的语气冷冷的,显然对陈修的做法非常不满意。 后来我才知道,我在医院已经躺了两天了,而昨天她把我送医院后就让我妈在医院照顾我,她出差去了。 原本今天我们约好了去医院检查的,但她现在出差了。 我一下明白了,陈修根本就没打算跟我一起去检查。 想到这,我的心一下就冷了下来。 医生说我这一状有点脑震荡,所以还要留院观察两天。 晚上陈修终于来了,她对我妈一阵讨好陪笑之后,我妈走了,临走时嘱咐她好好照顾我。 我知道我妈是怕我难过,所以才会给陈修这机会。 陈修坐在病床边上,拿起个苹果一边削皮一边给我解释,说这次的合同对她很重要,关系到她的升职,所以她一定得亲自去盯着,让我不要放在心上。 陈修,我家还有一套房子空着,让婆婆搬去那住吧。 见陈修一直没提到婆婆这事,我决定自己开口。 不行,陈修果然马上就拒绝了。 理由是让婆婆搬走别人,会觉得我们不孝顺,并且婆婆走了,没人给她做饭洗衣服。 你别这么小气了,妈打你,还不是因为你不尊重她。 她都说了,不让去检查你非得去,这不,遭报应了吧。 陈修语气轻飘飘地,在她眼里,这件事情的责任完全在于我。 我的心一下跌到冰窖,此刻一句话也不想多讲。 陈修把削好皮的苹果递过来给我,我摇摇头并没有结果。 她看了我一眼,冷哼一声,不吃我吃。 说吧,便把那苹果咬了一大口。 陈修忘记了,我不爱吃苹果,即使是吃,也只是吃一小块。 眼前的男人如此的陌生。 看着她大口大口地吃着苹果,我闪出一个念头,我要离婚。 我跟陈修是大学同学,大二的时候参加社团认识的。 她追了我两年,送花送礼物送早餐,经常给我制造小惊喜小浪漫。 最后,为了我留在那个城市。 终于,在毕业典礼上我接受了她。 浪漫让感性战胜了理性。 毕业之后,没多久,我跟陈修回了一趟,老家之后就结婚了。 当初在陈修家里,我发现她很听婆婆的话,也很依赖她,但我并不太介意。 一来是因为两天的相处下来,觉得婆婆人不错,二来想着陈修之后,也是留在我家这边城市发展。 我觉得,跟婆婆的远距离相处并不会让我们之间产生什么问题。 现在想想当初不顾爸妈反对,执意要嫁给她的我是多么天真。 出院的前一天,陈修让我不要跟婆婆置气,让我出院后回家住, 以后别再做这种不把长辈放眼里的事情。 我不同意。 自从我住院之后,婆婆没有给我道过一次签,甚至没来看过一次我, 只是给我发了一条信息让我不要再有待陈修去检查的想法。 那条信息我到现在都没有回。 我无法接受再跟婆婆相处在一个屋檐下。 看我不愿意妥协,陈修也失去了耐心,板着一张脸不再哄我, 只是冷冷地告诉我她明天要出差,让我到时候自己办出院就可以了。 陈修的态度更坚定了我要离婚的心意。 出院后,我住在娘家,为了不让我爸妈担心,我没有把想离婚的念头告诉他们。 我联系了高中同桌萧宇,她现在是律师,打了不少离婚官司。 陈修和婆婆不会轻易地同意我的离婚,我已经做好了跟他们打官司的准备。 趁着陈修出差还没回来的空隙,我打算回家拿走我的证件和一些贵重物品。 没想到跟婆婆打了个证着,我没跟她打招呼,直接去房间里收拾东西了。 她站在我房门看到我在收拾东西,脸色非常难看,但是没有说一句话。 我收拾完东西准备离开的时候,婆婆叫住了我,李莉,你赶走就不要回来了。 放心。 我冷哼一声道,这房子买的时候,我加出了不少钱,我会回来把这房子卖了的。 说完不等她说话,我砰的一声,把门关上就走了。 这房子是当初我们结婚的时候买的,我爸妈帮忙付了首付,她家只是出了一小部分装修的钱。 房子写的是我跟陈修的名字。 结婚证和房产证我都已经先带走了,该我的,我一样也不会留下给他们。 我离开没多久,陈修就不停地给我打电话,我一个都没接。 事情过了两天,我去上班的时候,发现公司很多人看着我窃窃私语,我已经见怪不怪了。 从上次婆婆来闹之后,我就变成了公司茶水间八卦的主角。 莉莉,你婆婆怎么这样啊?一点也不给你面子。 王玉一脸义愤填膺,却压着声音说道,怎么样也不能在公司楼下逮着人,就说你生不了孩子, 还霸着她儿子不愿意离婚啊。 嗯,我一脸猛逼,刚想问清楚怎么回事,就接到了我爸的电话。 我妈住院了,因为我婆婆到我们小区拿着我的照片,逢人就说我生不了孩子,还不肯放过她儿子不愿意离婚。 我妈找她理论,一气之下晕了过去。 我赶到医院的时候,我妈已经醒了,但她脸色惨白,看到我眼泪就流了出来。 小莉啊,你婆婆怎么这样子?以后你可怎么做人啊? 我妈哽咽地说着,她握着我的手,我感觉到她手的温度凉凉的。 在旁边的爸爸这时候也重重地叹了口气,我弟一声不吭地站着,脸色十分难看。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我弟本来要冲去找陈修质问的,被我爸给拉了回来。 因为我的事情,让我们一家人都如此难堪,我心里很不适滋味。 我决定不再隐瞒我想离婚的心思,当下就告诉了他们。 我弟拍手叫好,他愤愤然地说从一开始就看不上陈修那副惺惺作态的样子。 我爸也是十分支持,倒是我妈沉默了很久,劝我再想想。 我知道,我妈是担心万一我心里还有陈修,现在一气之下离婚,以后会后悔。 妈,这是我已经慎重地想过了才做的决定。 听完我说这句话,我妈便不再说什么了。 谣言总是一传十,十传百。 没过几天,各种各样的脏水都泼到我身上。 有说我天生缺陷生不了孩子的,有说我故意不生的,甚至还有说我以前上学的时候滥交流产次数过多,导致无法怀孕。 各种各样的谣言四起,对我的工作和生活都造成了很大的困扰。 公司因为这事劝我休年假,让我处理好家庭的事情再去上班。 平日里,我跟家人出入小区,有些人也会投来异样的眼光,并且还时不时地窃窃私语。 这些漫天谣言让平时很喜欢饭后到小区花园遛湾的妈妈也很少出门了。 因为这些事情,我跟陈修的关系也急转直下,上一次的联系还是在三天前。 我不找他,他也不主动给我发信息。 这些事情,我相信陈修也是知道的,只是假装不知而已,或许,他是根本不在意我的生活变成一团糟。 我主动联系了陈修,给他发了信息,让他劝阻婆婆不要再这样造谣闹事,这样只会让两家的境地都难堪。 过了半个小时,陈修才回了我信息。 活该,谁让你想离婚,难堪的只有你。 看着微信绘画窗口上这一行字,我的心跌入了冰窖。 要说之前不想做的,太绝不想撕破脸,是因为对陈修还念着昔日旧情的话,那此刻已全部消散,对于他们母子的行为,我忍无可忍。 我一定要把这些脏水泼还回去。 当下,我要确定的是为什么这么多年我们要不上孩子。 既然陈修不愿意检查,那我就自己检查。 我现在无法证明陈修有问题,但至少可以证明我是没问题的。 想到这,我预约了医院最快的检查时间。 萧鱼陪着我一起去做了全套的检查。 在医院等结果的时候,我很紧张,手指紧紧地握着拳头,心跳也变得快了起来。 医生拿给我检查结果的时候,我甚至不敢看, 萧鱼快速地拿过来帮我看了一眼,郑重地告诉我, 莉莉,你没问题。 我证了一下,一把抢过检查报告,仔细地看了起来。 检查报告明明白白地显示,我的身体是健康的,是可以怀孕的。 既然我没问题,那么,怀不上孩子的原因很可能就在陈修身上。 我要证明我的清白,所以,我一定要让陈修去做生育检查。 于是我约了陈修在咖啡厅见面,想跟他好好谈谈这个事情。 陈修一来就板着脸,没给我好脸色。 婆婆在她那儿肯定说了不少我的坏话。 可以知道的是陈修自己也认为,事情发展到今天的地步,主要的原因在于我。 陈修,我很想当一个母亲,也曾经很想拥有一个属于我们俩的孩子。 看着眼前的男人,我心里五味杂陈。 曾经的海誓山盟,曾经对未来的所有幻想已经变成泡沫。 你要是肯认错,我可以给你一次机会。 陈修抬眼看了我一下,声音淡淡的。 他高高在上的样子,不知道是觉得我不会离婚,还是一点也不念及这几年的情意。 不过,这些与我而言都不重要了。 陈修啊,我不需要你给我机会,我也不会再给你机会。 我们两个,终究是回不去了。 现在我只希望能好聚好散,不要给这段感情留下太难堪的结局。 我没有接陈修的话,而是直接把检查报告递给了陈修。 这是我的生育检查报告。 陈修证了一下结果检查报告,看完之后脸色大变。 他一把站起来,怒气冲冲地瞪着我。 李莉,你给我看,这个是什么意思? 检查出来,我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希望你也可以去检查一下。 我淡淡地说道,陈修的反应在我意料之中。 你也不要紧张。 这不代表你一定有问题,但是我觉得你还是最好去检查一下。 够了。 陈修冲我怒吼,旁边好几桌的客人一下都往这边看过来。 咖啡厅的店员一脸犯难地走过来,轻声询问是否有需要帮忙。 我轻笑摇摇头,示意店员离开。 此刻陈修的脸挂不住,他一把坐下来,端起桌前的咖啡,一饮而尽。 陈修撂下话,他不会去做检查的。 我没有问题不代表他有问题,凭什么让他去做检查? 说完便气呼呼地走了。 陈修相信他妈妈,母子一条心,他坚决不愿意做检查, 坚称自己没问题。 所以,这不能生育的责任还是推托到我身上。 我现在就像是哑巴吃黄莲有苦说不出。 凭什么? 明明我已经检查出来没任何问题。 我不甘心。 现在谣言满天飞,各种脏水不断地往我身上泼。 我一定要还自己清白。 晚上,陈修给我发来信息,要跟我离婚。 其实,按陈修的性格,他是没有这个胆量,轻易地提出离婚的。 肯定是回去之后,婆婆又对他说了什么。 或许,跟我离婚也是婆婆要求的吧。 到底是不是陈修自己的想要离婚我已经不介意了。 反正我本来也是打算跟陈修离婚的。 但是,我不会在这种情况下离婚。 此时离婚只会让这些谣言传得更离谱。 婆婆会让外人觉得是因为我生不了孩子,陈修才跟我离婚的吧。 我告诉陈修,想要离婚可以,但是她要去医院做生育检查。 婆婆又开始作妖了。 她逢人就说我不仅是下不了蛋的母鸡,还是个恶媳妇。 平日里对她跟陈修一点都不好,在家经常把他们当下人使唤。 我妈也气不过,把我已经做了检查,确认身体没有任何毛病的事情,也告诉了别人。 一时间各种说辞都有,有站在婆婆这边的,也有很多站在我这边的。 成为别人茶余饭后的谈资,是我一点也不希望的。 事情总要有人去解决。 在我家人的陪同下,我跟陈修以及婆婆又安排了一次见面,这次见面本质上是希望双方能解开心结,把这些事做一个了解。 对于我的做法,萧鱼表示并不看好。 她跟我打赌,婆婆绝对不会配合我把这些丑事平息。 事实证明,萧鱼是对的。 我确实不该对这母子还心存任何幻想。 这次的见面非常不愉快,一见面,婆婆就骂骂咧咧个不停,看我的眼神,好似要把我吃掉。 要不是我爸跟我弟在,他真的又会打我。 陈修和婆婆彻底跟我翻脸,他们一致觉得我是在给他们家抹黑,并且坚持不会去做检查。 我对他们也不再抱持任何幻想,我一定要还自己清白。 因为萧鱼给我出了主意,所以在提出离婚之前,我早已经把夫妻的共同产业都攥在了手里。 现在的情况,如果不离婚,陈修是拿不到一点好处。 我告诉陈修,离婚之后,该她的那一部分会给到她,但是离婚的前提是她答应去医院做检查,还我清白。 陈修坚持不愿意去做检查。 事情就这么搁浅着,自从上次见面之后,婆婆倒是没再作妖了,我的生活似乎慢慢变得平静了起来。 然而,一切都只是假象。 在一个月后的一天,陈修突然在朋友圈晒出一个跟一个女人的合影。 照片中的女人小腹微微隆起,而陈修的手搭在她的肩膀上,女人头靠着陈修,脸上挂着甜甜的笑容。 幸好有你,期待我们的小天使。 陈修朋友圈的文案妥妥地宣告了这个女人腹中的孩子是她的。 照片中的女人我并不认识,看她小腹隆起的样子,怀孕应该有三四个月了。 要知道,三四个月前,我跟陈修还是别人口中的恩爱夫妻。 这条朋友圈我看了很久,心里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陈修跟这个女人的关系应该没有这么简单。 因为这条朋友圈,我的微信爆了。 很多大学同学给我发来信息,问我跟陈修怎么突然离婚了。 关系好一些的同学则是安慰我,让我不要为了渣男伤心。 我不相信这个女人是小三。 陈修曾经告诉我,她喜欢搂着爱人的腰,这样能让两个人显得更亲密,也能宣示自己的主权,让其他男人不要再打自己女人的主意。 我跟她在一起的时候,每次拍照她都是搂着我的腰,这事情我可没有忘记。 我的第六感告诉我,这个女人是她们编造出来的怀孕第三者,目的就是为了让我知难而退。 让我背死这个不能生育的锅。 这让我更加坚信她们就是心里有鬼。 既然她们出招了,那我就拆招,我要跟她们斗到底。 我假意去找陈修公司找她闹,去找她质问这个女人什么情况。 陈修被我闹得有点招架不住,说漏嘴,这个女人是她在世出差认识,人就在世。 她会跟这个女人结婚,因为她已经怀上了她的孩子。 我挤出几滴眼泪,哭诉陈修薄情寡意,一点不念及往昔情意,心底却已经在暗息。 陈修还是一如既往地不会撒谎,说起那个女人的时候,她眼神飘忽不定,一直不敢看我,声音也是一点底气,也没有。 我上大学时,最好的闺蜜萱萱刚好在世。 陈修发朋友圈炫耀怀孕小三的时候,她第一个打电话来给我安慰我。 我托萱萱帮我打听这个女人的信息。 萱萱对于陈修的所作所为很不耻,她给我打包票,一定会帮我查到这个小三的具体信息。 陈修在朋友圈秀怀孕小三,婆婆也没闲着。 她消停了一段时间,闲着又开始到处走动,去跟别人吹嘘自己的新儿媳妇对她和陈修有多好,最主要是她已经怀上了他们老陈家的孩子。 倒是我这个恶媳妇站着毛坑不拉屎,生不了孩子又不愿意跟陈修离婚。 她还对外宣传等,过了分居三年,就让陈修马上休了我。 这些流言蜚语很快又传到了我家人的眼里。 我爸妈这几日时不时地看着我,欲言又止,然后一阵叹息。 我知道他们是想劝我不要跟陈修再僵持下去。 姐,他们一家就是泼皮,你还是跟他离婚吧,这种人渣你还有什么舍不得的。 我弟忍不住跟我吐槽,不是舍不得,是不甘心。 我不会就这么轻易地被他们糊弄过去。 见我这么说,我弟也不再多说什么。 我爸妈知道我的性格,便也由着我去了。 过了差不多一个礼拜,萱萱来电话了,她带来的消息在我的意料之中却又有点意外。 果然如同我所想一般,这个女人并不是陈修的小三。 但是我不知道的是,这女人已经结婚了,并且是真的怀孕。 不过最让我意外的是,这女人居然是萱萱朋友的一个表亲。 这也算是天助我也了。 我让萱萱先不要去惊动她,然后便请了个假,买了机票,直接去世了。 到了那时,我跟萱萱先去找了她的朋友刘月。 在刘月的安排下,在一家咖啡厅跟这个女人见面了。 女人叫晓晓,她告诉我,她跟陈修只是在工作中有接触过几次。 而这张照片也是陈修给了她一万块让她帮忙拍的,并且让她不要把此事告诉任何人。 我告诉晓晓,我是陈修的妻子,并且把事情都告诉了她。 晓晓义愤填膺地表示她可以做人证,也可以提供物证。 她以及她肚子里的孩子跟陈修都没有任何关系。 我轻笑一声,问她为什么突然又决定帮我。 她摸了摸隆起的小腹,脸上尽是柔和,为了给宝宝留福报。 我让晓晓把她的结婚证以及之前跟陈修的聊天记录复印给我,并且让她录了一段证明音频。 在我离开给室的时候,晓晓也来送我,她给我看了一下她跟陈修最新的聊天记录。 她把之前陈修给的一万块已经转还给她了。 我飞机落地没多久就接到了陈修的电话,想必她是已经知道事情败露了。 她放低了姿态,请求跟我见一面。 恰好我也很想听听她怎么说,便同意跟她见面。 我刚进餐厅,陈修一把站起身给我拉凳子,我落座之后她才在对面坐下。 全程不停地给我道歉,然后还递过来一束玫瑰花。 我没有接过玫瑰花,而是把小小结婚证和聊天记录的复印件递给陈修。 陈修的脸色马上变了,她手僵在半空,声音颤抖,这都是我妈的主意。 老婆,我错了,以后我不会再这样了,你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 我没有回应陈修,见我不回答,她也不做逼问。 整顿饭下来,陈修低眉顺眼,对我百般讨好,她的行为并没有让我有任何意思的动摇。 因为我知道她只是怕,怕跟我离婚之后,找不到一个愿意接受她无法生育的女人。 自我从事回来,陈修就一直对我大献殷勤。 没过几天,婆婆居然破天荒地打电话给我道歉。 说自己之前做得太过分了,让我不要跟她一般见识,她以后会搬回老家,不再干涉我们的生活了。 让我看在陈修这么爱我的份上,就给她一次机会。 她在电话里语气恳切,几度哽咽,还说要给我做饭吃,让我周末回家吃饭。 我有点心软,寻思她若是真知道错了就好,这样子我们也可以心平气和地商量离婚事宜。 于是我便答应了她。 周末那天,陈修很早就来我家楼下接我了。 我跟陈修回到家中,婆婆果然做了一大桌子菜。 这感觉就很像是当初陈修第一次带我回她家的时候。 这一顿饭吃得异常融洽,婆婆事事都顺着我,说我现在还在生气很正常,一切都怪她。 吃完饭离开时,婆婆塞给我一瓶她自制的芒果汁。 当年我第一次来陈修家,走的时候她也给过我一瓶芒果汁。 陈修送我下楼,我习惯性地把芒果汁给她。 其实我对芒果过敏,但是陈修却很爱吃芒果。 这么多年,每次婆婆给我的芒果汁我都会给陈修喝。 陈修哀求我不要回娘家了,我平静地告诉陈修,我要跟她离婚,我们回不去了。 几次哀求无果,陈修有点恼了。 她把芒果汁的瓶盖拧开,咕咚喝了好几口,好似要平息火气。 她现在的低声下气都是在装的。 我跟陈修道别,让她不要送了。 踩走了两步,陈修却一把拉住我的手。 她开口刚要说什么,突然身体一阵抽搐倒在地上,口中还不停吐出白色泡沫。 一二零来的时候,陈修已经没了动静。 经过检查,陈修是死于一种烈性耗子药。 而这耗子药来源于她喝过的那瓶芒果汁。 婆婆一开始想毒死的人,是我呀。 却没想到,亲手杀死了自己唯一的儿子。 这件事情对她打击很大,陈修死后每两天,婆婆也疯了。 我把她送进了精神病院。 我收拾陈修遗物的时候,发现一份检查报告。 原来,她早已偷偷地去做了检查。 无法生育的人,是她。 我妈也终于相信了我,流言慢慢平息。 我把房子卖了,开始了新的生活。 人争一口气,我想踏踏实实,坦坦荡荡地活着。 接下来让我们来听下一个故事。 二十年前,婆婆站在凳子上狠狠扇我耳光。 如今八十六岁想来养老,我让她赶紧滚蛋。 李二妮嫁给了憨厚老实的陈修明,婚后却被婆婆各种刁难,吃尽了苦头。 甚至有一天,被身高一米五的婆婆站在凳子上狠狠地扇了几个耳光。 至此,李二妮带着陈修明远走她乡,立志干出一番事业。 如今八十六岁的婆婆想到李二妮家养老。 李二妮放下狠话,有她没我,有我没她,让我给她养老,做梦。 李二妮有个远房表书,叫李玉田,在外混得有模有样。 每到过年,李玉田会回来住几天。 二妮今年有二十了吧? 李玉田打量着李二妮,有看好的人家了吗? 看了几家,家里条件都一般。 父亲李大宝正为李二妮的婚事头疼。 哥,你要是信我,将二妮交给我,我保证给她找个好婆家。 李玉田看了眼水灵的李二妮,对着李大宝说道。 那太好了,你混得好,二妮跟着你也差不了。 李大宝随即答应下来。 就这样,过了年,李二妮跟着李玉田走了。 李玉田不负重托,很快给李二妮找了一户人家,男人叫陈立民,二十二岁,家中台行老大,还有一个妹妹。 陈立民的性格吗?说好听了,叫老实,憨厚,难听点就是三脚踹不出个屁来。 怎么样?二妮,相中了吗? 李玉田问着李二妮的想法。 李二妮羞红了脸,表叔,你给我爸妈去个信,让他们来相看相看,他们没意见,我这里就行。 行行行,二妮,那边一眼就相中你了,这是就等着你爸妈点头了。 李玉田觉得这是八九不离十了。 李大宝带着妻子张爱霞看过之后,对这门亲是很满意。 婚礼上,婆婆朱秀英避开李二妮一家,将一打钱交到李玉田手中。 大兄弟,虽说你是二妮的表叔,但也是俩人的媒人,这是媒人的谢礼。 李玉田不动声色地撵了年手里的钱,露出满意的笑容,自己忙前忙后不就是图的这个吗? 嫂子,二妮嫁过去,有不懂事的地方,你该骂就骂,该打就打。 哎呦,那倒不至于,不过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朱秀英乐开了话,就这样,李二妮嫁给了陈立民,对婚后的生活既新奇又向往。 家里是婆婆朱秀英当家,公爹和丈夫白天出去干活。 李二妮嫁过来以后,就承担了家务。 不久后,李二妮怀孕了,孕期反应很大,吃了就吐,喝水都干熬,陈立民让李二妮多卧床休息。 然而,朱秀英却不以为然,哪里就这么娇贵了,坚持几天就好了,我也是过来人。 于是,李二妮顶着腊黄的小脸每天为全家人做饭。 李二妮跟丈夫抱怨,然而陈立民在朱秀英面前大气都不敢喘。 李二妮也找过表叔李玉田,李玉田听了李二妮的诉苦,一脸为难。 二妮啊,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女人都是这么过来的,你和家里写信的时候也别乱写,尽量报喜不报忧,省得你父母在家担心。 从此,李二妮只当没有这个表叔。 很快,李二妮生了一个儿子,陈立民心疼李二妮,打算等他出了月子再去干活,朱秀英知道后却不同意,那怎么行? 一个月得耽误多少工,少挣多少钱啊?你出去干活,我伺候你媳妇岳子。 夜里,有陈立民帮着给孩子换尿布,李二妮还能轻松一点。 然而白天,李二妮的肚子已经饿得咕咕叫了,朱秀英才推门端来一碗清汤面,没有油腥,连个鸡蛋都没有。 吃完饭的李二妮眼看孩子的尿布堆成了堆,起身找到朱秀英。 妈,我月子里不能碰凉水,你帮孩子洗洗尿布吧。 朱秀英却皱紧了眉头,我哪里有空,你不能碰凉水,湖里有热水,不够再烧,你自己洗吧。 没这么娇贵,我那时候生老大的时候,腊月里照样用凉水洗尿布。 于是,月子里的李二妮蹲在地上,自己洗尿布。 她也见过别人坐月子,产妇都是躺在床上休息,门都不出,更别提干活了。 再看看自己,连口有营养的饭都吃不上,还要自己干活,身体的不是加上心理的落差, 让她止不住地掉眼泪,心里恨透了婆婆,也恨透了丈夫的懦弱。 一转眼,李二妮嫁过来已经六年,这天是个好日子,是陈家的乔迁日,老房子住了几十年, 下雨天漏水不说,地处低处,还容易积水,所以陈家在村头盖了新房。 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笑容,李二妮这些年虽吃了不少苦,如今住进新房,心里也高兴,这是眼见着要过好日子了。 李二妮的小姑子陈戎去年嫁给了隔壁村的一个木匠,今天带着丈夫吴明到娘家庆祝乔迁之喜, 看着干净敞亮的房子,陈戎心里有些嫉妒,要是自己能住在这就好了。 陈戎这么一想,心思开始活络起来,住进来也不是不可能啊。 这天,陈戎来到娘家,打亮了一圈见哥哥嫂子不在,陈戎往朱秀英身边凑了凑, 妈,这房子真好,我想住进来。 你都嫁人了,在娘家住什么?再说,你又不是没有住的地方。 朱秀英纳闷道,我们家那房子怎么跟这个房子比啊?谁不想住新房子啊? 陈戎实话实说,当时盖房子的时候, 就是按人头盖的,这也没有你们两口子住的地啊。 朱秀英想了想说道,妈,那还不简单,让我哥和我嫂子搬出去,我们搬进来住。 陈戎脸不红心不跳地说着,哪有这个道理,不让儿子住,让女儿住,没听说过, 再说,我指望你哥给我养老呢? 朱秀英不干,妈,就我哥那个窝囊样, 你还指望他给你养老呢?不像我家吴明, 好歹是个木匠,会门手艺,挣钱也多, 只要你让我们住进来,到时候,我让吴明给你养老, 不比我哥强啊。 陈戎想办法说服朱秀英。 朱秀英想了想,哎,你哥随你爸,窝囊,没出息,要是随我,绝对比现在强,他挣那俩钱够养活他三口的就不错了,我确实指望不上,但是以后我老了,不能动了,还指望你嫂子给我端屎端尿呢? 得了吧,妈,你还想闹好事呢?你忘了他怀着孩子的时候,你天天让他大着肚子给咱全家做饭了,他月子里的时候,你给他做过几次热壶饭啊,孩子的尿布都是他自己洗的,你倒是忘得快,他吃了这么多苦,你还想让他给你端屎端尿? 哦,陈荣说得倒是实话,听了陈荣的话,朱秀英脸色变得很难看,那照你这么说,将来他指定不能孝顺我吗?反正要是我婆婆这么对我,我只会天天盼着她早点走。 陈荣也是个牙字必报的人,朱秀英怕了,哎呦,幸亏你提醒我,那这样,陈荣,你抓紧时间回家,和吴明说,只要他能保证今后给我养老,我就同意你们住进来。 妈,这十包在我身上,那我哥和我嫂呢?住哪? 陈荣问道,老房子不是空着吗?让他们过去住。 朱秀英做了决定,但是,那老房子不是下雨漏水灌水吗?他们能愿意啊?到时候,别找我的麻烦。 陈荣有些担心,这个你就不用操心了,有我在呢。 朱秀英拍着胸膛说道,晚上,一家人吃着饭,朱秀英看着儿子一家三口,犹豫再三,还是没有说出口,朱秀英在心里暗暗心。 朱秀英想着,做大事的人要沉住气。 这天,李二妮和儿子从外面回来,刚进屋,李二妮就傻眼了,一家三口的衣服被褥鞋子都被打包好了放在客厅里。 陈荣见李二妮回来,有点心虚地说,嫂子,你和哥哥还有侄子的东西,我都给你们打包好了。 什么意思?为什么打包我们的东西?李二妮还不知道他们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陈荣看了看朱秀英没敢开口,朱秀英见状说道,陈荣他们夫妻想住进来,你们一家三口,先去老房子那边住吧,都是我的孩子,手心手背都是肉,没道理光让你们住,不让他们住。 等他们住一阵,再让你们住,你也别不高兴,要怪就怪当初房子见晓了。 此时的李二妮,也明白了婆婆的意思,住一阵。 你真当我傻呀,你就是找个借口把我们赶出去。 妈,你怎么想的,把儿子儿媳演出去,是不是老了也是你闺女给你养老啊? 李二妮说着看向陈荣,这是肯定是陈荣在挑拨。 我养老的事就不用你们操心了,我有闺女女婿,说一千到一万,什么时候,还是闺女和我亲,儿子根本指望不上。 朱秀英把话说明白了,他是断定李二妮记着当年的仇,是不会好好待自己的。 事已至此,李二妮也没有办法,我要等利民回来,他说搬,我接着搬走。 陈荣几不可闻地笑了笑,指望他那个窝囊哥哥。 和陈荣预想的一样,陈利民回来后,没有闹腾,带着李二妮和儿子搬去了老房子。 坐在潮湿的老房子里,李二妮越想越委屈,哪有这样的事,你就说我对你妈怎么样吧? 生孩子那几年,她这么难为我,我还不是一样,伺候她,她说什么就是什么,现在竟然把我们赶出来,让闺女女婿住,我实在理解不了。 陈利民的心里却清楚,妈是看我没出息,不如她女婿挣钱多。 李二妮,今天你妈把我们撵出来的时候,说了,以后养老不指望我们,我希望你这次有点稚气,以后她再没人管,你都得记住今天的屈辱。 李二妮提醒着陈利民。 陈利民和李二妮被赶去老房子的事,村里的人知道了,都替两人布直。 这天李二妮出门买东西与朱秀英打了个照面, 李二妮心里有气,并没有跟朱秀英搭话,朱秀英没想到李二妮敢无视自己,回家喊来了陈荣和吴明,冲到李二妮家中,要教训李二妮。 陈利民此刻还没有回来,李二妮以一敌三,根本不是对手。 三人将李二妮逼到墙角,吴明陈荣给我嫁住她,今天我要给她立规矩,让她知道这个家谁说了算。 朱秀英指挥着女儿女婿。 李二妮被嫁住,动弹不得,朱秀英想要打李二妮,奈何朱秀英身高只有一米五。 面对一米六五的李二妮,朱秀英气势不够,环顾一周,朱秀英搬来了一个凳子,站在凳子上,狠狠地扇了李二妮三个耳光。 打完后,三人满意地离开,李二妮握紧拳头,尖尖地指甲扎进了肉里,渗出血来。 从那以后,朱秀英再也没有见过儿子一家三口,村里的人说,三口人连夜收拾东西离开了村子。 当年,陈立民和李二妮带着孩子去了外地,夫妻两人每人一辆三轮车,一个卖煎饼果子,一个卖鸡蛋灌饼。 后来两人用积蓄开了一家餐馆,日子虽不富贵,却也平淡幸福。 李二妮如今已经四十六岁了,此刻李二妮看着躺在床上的儿媳林宁,走过去掀开被子拿走了林宁的手机,月子里不能看手机,说你多少次了不听,还偷偷看,伤了眼,小心以后眼睛见风就流泪。 李二妮被抓个正着,调皮地吐了吐舌头。 妈,我中午想喝鲸鱼汤。 行,等着。 李二妮替颠替颠地去了厨房,李二妮活了半辈子明白一个道理。 儿媳和婆婆之间,真心换真心,即使有矛盾,也都是小打小闹,不会伤到感情。 自己吃过的苦,绝不会让儿媳再吃。 饭刚做好,陈立民也回来了,看着李二妮欲言又止。 李二妮看陈立民好似有事,有什么事就说。 陈荣联系我了,说妈想上我们这来养老。 陈立民艰难地开口,他知道妻子是肯定不会同意的。 这么多年,你背着我偷偷和他们联系,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怎么还得寸进尺了? 他当初是怎么对我的你不是不知道? 他想来养老,做梦。 可是我妈如今都八十六了,她也知道当初自己做得不对。 我作为儿子,不能不管吧。 陈立民看了母亲的样子,有些于心不忍。 当时他口口声声说不指望我们,把我们撵出去,我可是做梦都气醒。 你想养,你就养,但是别来这个家,我今天就把话撂下,这个家有他没我,有我没他。 说着,李二妮摔碎了手中的盘子。 陈立民看妻子态度这么坚决,那怎么办? 总不能不管不问吧。 你不是有零花钱吗? 你要愿意,可以把你的零花钱打给你家妹妹,让她养着你妈? 我不是圣人,我只能做到这个地步了。 至于你自己的钱还够不够花? 那是你自己的事。 李二妮没有心软。 就像李二妮说的,如果她选择原谅,那么当初她吃过的苦,受过的屈辱,就都是活该。